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振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女生可以接受我用一些家居神器 比如哪些家居神器 就是因为我在生活中 是一个特别奇思妙祥的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那个视频 就是身上套一个大龟壳 累了就可以直接躺在地上 特别舒服 这个有什么不接受的理由呢 因为可能就是很多人 他比较循规蹈矩 不会去陪伴我 去找一些特别奇怪的东西 这大蒜的人可以试试这个包蒜神器 只要把大蒜放进去 来回搓两下 蒜皮就会自动脱落 包出来的大蒜又大又圆 在刚才这一堆神器里边 我比较讨厌第一个 他发出的噪音让我很难忍受 我以为来了一只怪兽 那孟老师能接受第二个吗 第二个是 乌龟壳啊 那个可以 你不妨碍人家对不对 这个磕瓜嘴 你可以晚上邻居就疯了 我跟你说 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一下 你们用过特别好使的神器 给大家分享一下 胡老师 其实我也喜欢淘一些 这些奇奇怪怪的小玩意儿 不知道男嘉宾 有没有看过那种吹风期啊 就是因为像我头发比较长 如果我吹干头发 可能需要到三四十分钟 现在有那种吹风期支架 就是在墙上 然后把吹风期放到上面 他就自动吹 然后你就坐在下面玩手机 所以我觉得这一些小神器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觉得男孩给你吹比较好吧 15号 我有两个 第一个我刚刚看到有包算神器 我有另外一个包算神器 就是它是一个相当于纸套 然后上面有一个 就是像指甲一样的刀片 然后那个你不管去包算 还是去切掉那个蒜的瓣 都很方便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折叠菜板 它就像书一样拿着 它直接就放进锅里 然后它旁边那个地方 还可以就是去抹那个蒜泥啊 姜泥 吃面什么也很方便 你们刚才说到蒜那个东西 我给你们分享一个 不蒜 它除了包蒜的那个皮很麻烦之外 有的时候凉拌菜的时候 是要用蒜泥 你把它剁成蒜泥很费事 有一种神器 像个老虎钱 就这个 我在网上买过 19块钱 可好用啊 以至于我爱上买大蒜了 卡 卡 卡 一秒钟一个 特别好 来 刘云洁 我是因为就是平时戴帽子 或者运动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出汗 化妆啊什么的 它就会蹭到我的帽子上 然后我就会贴一个那个 帽檐的防脏贴 然后它一脏了 我就直接撕下来 我觉得这个很方便 这个我用得着啊 它叫帽檐防脏贴是吧 对 这个很方便 我要去搜一下这个东西 好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女生介意 成为我的品菜师 就因为我除了那些新奇的玩意儿 我比较喜欢创造一些奇妙的菜系 就比如说最近我在做一个 火锅味的蛋糕 甜咸的那种比较奇妙的搭配 20号 我想问一下你 你做这种新菜是不是可以按料理 会不会用水果去炒饭 或者说用水果去炒一些红烧肉什么的 对啊 因为就是对于在常规来讲 比如说锅包肉 然后会有一些酸甜 番茄之类的那种口味 我就想 那如果把它用其他的那些方式做 比如说其他一些饮料 或者说其他一些比较奇怪的调料 它会有什么样的味道 可能我有时候会尝试它 2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常规菜做的怎么样 老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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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就是过年嘛 会有年业范 在我上了高中之后 就家里年业范都是我搞的 那我非常想要当你的品菜师 像他这个样子 我认为就是比较好的 就是他的传统正经菜做得很好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想搞一些奇奇怪怪的尝试 也许有些东西没法接受 但是人家基础在这儿 有一类很可怕 他根本不会做正经菜 他只会乱来 那个东西你就受不了 他会做正经菜 这个没事 好 开篇子 鼓岛对我来说代表着纯粹 舞台上我完全享受 完全沉浸在肆意挥洒的激情之中 我叫庞志航 本科毕业于流行歌舞专业 曾在200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成为唯一入选者参加练习生培训 作为练习生的两个月 其实特别辛苦 大概都很努力 作为团队里面舞蹈接受能力比较快的人 我也经常会留下来帮助技术比较差的学员 现在想想啊 其实当时帮助的学员也都是竞争对手 但是我认得比较热心肠嘛 就是只要有人需要帮助 我从来都不会拒绝 一起进步嘛 虽然舞蹈现在不是我的职业 但它会是我一生的爱好 现在啊 我是一家传媒公司的电商运营 我会给公司销售的产品写介绍方案 不同于别人简单粗暴的推销 我的文案会尽量有故事性 会贴近每个人生活 比如拿卖耳机来说啊 我就会想起我中学的时候 总会戴这个耳机 有时候会听歌啊 有时候就全然的好看 那我朋友就奇怪了 他怎么成天戴着耳机啊 结果一拔 发现我连手机都没查 其实耳机对我来讲 也是个时尚单品 比如卖土豆啊 我就会想起 土豆可以搭配的各种菜 土豆泥啊 土豆炒肉片啊 土豆炖牛腩啊 醋溜土豆丝啊 只要土豆做的 我都爱 我最喜欢的啊 就是炸土豆条 小时候放学回家的时候 我奶奶经常会给我 炸一些土豆条 散热点咸盐 喷香喷香的 所以现在没事在家的时候啊 我也会炸土豆条 因为这是小时候奶奶的味道 生活中啊 我很喜欢跟朋友一起相处 而且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经常会有一些 天马行空的鬼点子 比如一起吃饭 吃完饭之后 我会叫大家一起来猜 这顿饭花了多少钱 金额相差最大的人呢 就要受到惩罚 还有以前谈恋爱的时候 我会跟女朋友一起 去买很多张刮刮乐 刮出来多少钱呢 就用多少钱去吃饭 如果运气不好 只能刮出十块钱的话 那只能吃十块钱的凉面了 我希望我的生活是有趣的 也希望能找到一个女生 能懂这些鬼点子 我们一起创造生活中的小乐趣 刘玉菲 男嘉宾你好啊 我也很喜欢跳舞 跳了十年的舞 我想问一下你之前当练习生的时候 是跳什么舞种的呀 其实韩武和K-Hop比较多 大概三十多个男生一起 在一起跳 要不然现场 readers 来一个 梁爽 男嘉宾 你好 我来自广西南宁 我是一名青石店店主 同时也是一个健身教练 那其实我觉得街舞 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一项运动 而我也很欣赏会跳舞的男生 但是我就很可惜不太会跳舞 然后前面听你说就是很会做菜 然后那些家居神器让我大开眼界 因为我是一个不下厨房的人 你会介意你的女朋友 完全不会做这些事情吗 其实对我来讲 你现在不会没关系 就是如果对方他可以一起 融入到我的生活 就我可以帮你洗个碗 或者扫扫地之类的 但是做菜真的不会 你后面补充的这两句话 我认为就特别重要 也能够表现出善意 你看 我真的不会做饭 但是我愿意帮忙 我愿意洗碗 我愿意扫地 这就是愿意释出 共同生活的善意 给人感觉就很舒服 21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叫刘晓斌 来自厦门这边 会做饭又会跳舞的男生 对我来说很加分 我也是有学过舞蹈 然后就是我很喜欢 就是和男生一起去做饭 但是如果我做得不好的话 你会不会吐槽我 没事 我咱说多难吃我都吃了 就是你做一锅饭 我吃两锅 我再叫一锅 我再吃 我们台上来了一个道具 是男嘉宾准备和大家玩的一个互动游戏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对 其实这个就是我所说的生活中的小乐趣 我希望两个女生上来 两个女生上来 对 你挑两个人 我 有吗 对 呃 十三十七 往那边转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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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 评歌对唱 这个好 我比较喜欢听 信仰 爱是一种信仰 把我带到你的身旁 把我带到你的身旁 我爱你是多么坚固多么辛苦的信仰 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 我爱是一种信仰 我不管心多伤 不管爱多慌 不管爱多慌 不管别人怎么想 爱是一种信仰 把我带到你的身旁 好 13号看他们俩说爱的信仰的时候略尴尬 要不然我先回去 到你了 到你了 用三个词夸夸我 你夸吧 黑衣服很酷 马尾边很高 眉毛画得真好 我觉得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重新夸一下 好好好 来 谢谢两位 生活中我们回忆一下 有没有一种什么物品 让你回想起 或者是你一段经历的见证 6号 我是一个 才不到1000块钱的一个麦克风 因为我虽然本职是在读博士嘛 但是我业余喜欢配音 在大学期间算是花重金吧 不到1000 买了一个麦克风 然后去面试了一个工作室 然后进行了专业的配音学习 然后那个麦克风就伴随着我 从练习到后来能接到工作 很有意义 然后这段期间工作越来越多 那个麦克风换了又换 现在麦克风很贵 但是最初的那个 还是保留在我的家里 13号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能选一样物品来说我的故事 其实是我手里面的 这瓶横顺酸甜抱抱青醋气泡水 那这瓶气泡水呢 她的瓶身和包装都非常的小巧和可爱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每次看到她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这个在《非诚勿扰》的夏天 这个夏天呢 我来到这里找对象 结交新朋友 和三位老师面对面聊天 都是我在这个夏天 和在《非诚勿扰》 非常宝贵的经历 谢谢 就像被风吹过的夏天 来看下一条 谢谢 我有两段 比较难忘的恋爱 第一段是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运动会结束 打扫卫生 有一个女孩 从阳光中向我走来 我都看呆了 就完全是一见钟情 这就是我梦中的女孩啊 同学 你们爸还有垃圾袋吗 啊啊 有有有 我就找机会 要了她的联系方式 准备开始追求她 但是她跟我说 她有喜欢的人了 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会主席 她也正在追那个男生 当时还是蛮失落的 但是想想 她们在一起也挺好 就像那句老话说的 爱一个人就是希望给她幸福 哪怕给她幸福的那个人 不是自己 也没关系了 后来没多久 我听说她们没有联系了 我就正式开始追求她 她也答应了做我的女朋友 我每天送她上学放学 上课的时候 都会坐在林门口最近的位置上 一想我就能第一时间 冲出教室去找她 有一次晚上她感冒了 我就跑了四站路去给她送药 后来暑假我找了兼职 工作比较忙 她觉得我没那么多时间陪她了 我们产生了争执 慢慢疏远 最后导致分手 第二段感情也是在大学的时候 上专业课经常会遇到的一个学妹 很青春很阳光 我渐渐地喜欢上了她 但是后来啊 从别人那里 听到一些关于她的负面评价 大家都不是很看好 我们能在一起的吧 当时啊我的想法就是 别人对她的评价我都不在意 只要我觉得她好就足够了 全定权在我自己这里 然后我就主动追了她 我们在一起相处很愉快 我会自己做糖葫芦给她吃 哪怕做得不怎么好 她也很喜欢 我还会花掉全部的积蓄 给她买喜欢的礼物 她也会准备一些小惊喜给我 后来学校停课 我们都回家上网课 又很长一段时间 都见不到面 慢慢我们产生了分析和矛盾 我们的感情 也最终被时间和距离给打败了 未来我希望找到一个有目标 有梦想的女孩 我们一起为了今后的生活去奋斗 我也会创造浪漫和幽默 希望你走进我的生活 得到这份独一无二的快乐 1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刚才看V3R里面 你好像说你的两段感情经历 都是因为两个人不能经常见面 缺少了陪伴 所以导致了两段感情的分手 那我想问你准备好在下一段感情中 怎么样处理和对方的这个关系 其实这些经历对我来说 其实挺宝贵的 因为我从中里面学到了 如何去分配时间 所以我现在我觉得 我已经做好准备去进行 那些时间的分配 包括什么时候我们在一起一起 有一些特别好玩的事情 一起生活 什么时候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为了各自的目标各自的梦想 各自的方向去努力 好的 谢谢 17号 就是我刚刚看到你的视频里面 有说就是你是因为 时间和距离分的手 就是异地恋这个本身是没有什么的 我也是能接受的 但是你能够接受我特别黏人 就是可能我每天只要一想下来 我就会给你发语音 或是打视频这种 我觉得只要就是像我说两个人 他有各自的生活目标 有方向 有奋斗去努力 那个东西没关系的 因为异地恋 我觉得就是最多的就是 他信息传递不够 就是如果你没有及时地去沟通的话 他会产生很多问题 好的 谢谢 梁耀 刚才看到男嘉宾说 喜欢有梦想的女生 那我想请问一下男嘉宾的梦想是什么 有没有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因为就是我特别喜欢唱歌和跳舞 当我第一次那时候站在舞台上 然后那些灯光 包括下面的那个呼喊声 让我觉得我生活挺值得 但现在可能我的年龄就是 比较的大了 然后可能也不太有足够的勇气 去放下所有的生活 专心去追梦 就是可能就像我说的越来越远了 我觉得在我的个人的人生观里 我觉得梦想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二十多岁还是三十多岁 想起我刚刚开始健身的时候 就会去关注那些练得很好的博主 然后就觉得这样的身材太好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变成那样子 就觉得这个梦想很遥远 然后我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的去做 到现在我健身已经练了九年了 我觉得其实梦想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梦想 都是一步步努力换来的 不要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不能追梦了 我觉得不管什么年龄都应该去追梦 七号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是喜欢姐姐型的还是喜欢妹妹型的 其实就可能这么说有点俗道 其实还是演员感觉对我来说很重要 最后一个问题 六号 我刚刚男嘉宾说 你就看演员喜欢姐姐还是妹妹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你自己是属于照顾型的 还是依赖型的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挺奇妙的 我的性格太多变了 就你完全可能你抓不到我 今天可能就是说那种比较说说奶 明天可能就你不要这样 现在留灯的是 8号 20号 21号 上去灭掉一盏灯回来 来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2号 2号 智吹 杭志杭的智吹女生是 不同的酸甜度为您带来不同的感觉 酸甜爆爆 青醋果味 气泡水 为您揭晓智吹女生 2号 李淑玉 好 男生外形阳光 性格内敛善良有爱心 靠谱小太阳很有生活仪式感 也愿意为爱人付出与恋人相互陪伴 女生呢甜美可爱温柔随和 乐观有爱心 两人都喜欢相互陪伴乐意分享内心世界 女生喜欢男生对待感情的乐意付出 男生喜欢女生的随性可爱 两个人是很合拍的一对恋人 来看女嘉宾的基本资料 刘晓斌 约法三章 则偶标准 这样的我 约法三章 1 希望未来男友要在坚固女友感受的前提下 主动做出决策 婚后最好会一点 简单家务如发生不愉快 可以彼此冷静一下 千万不能动手打人 让我们不禁想起你的前男友是不是 没有 就是觉得有的时候男生会冲动的情况下 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那种感觉 笔书近期朋友圈截图 未来规划约法三章 约法三章 3 1 双方确定恋爱后都不能再和其他异性暧昧 包括单独约会和频繁日常交流 2 希望情感稳定后一起养一只狗 3 希望男方对生活有一定规划 梁爽 我的爱好健身女孩不喜欢这样的你 3 不喜欢这样的你 没办法接受经常放纵性吃东西的男生 以及没有运动习惯的男生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三个女生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近期备忘录记的是什么东西 好问题 我的是空白 对 没有备忘录这个事是吧 对 我的备忘录记的都是工作上的东西 就是每天要做什么 然后上课时间这些 我基本上也都是工作内容 但是我记性不太好 所以我手机里有很多我的密码 就各种类型 行李箱密码 手机密码 然后微信密码什么的 可是如果你忘了手机密码 你该如何在备忘录上 看到你的手机密码呢 这就是告诉我们一定要有两个手机 我就是两个手机 为了确保安全 我的另一个手机是永不带出门的 就是这个手机一旦丢失的时候 另一个手机马上启动无缝链接 备份式 备份式手机 所以这边一旦丢了 当然想办法弄回来 弄不回来 那个马上还能用 这是个什么东西 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闲的没事 我会打开备忘录 自己画点画 在备忘录里面画画 对 备忘录还有这个功能 我都不知道 有的有的有的 好 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如果坚持选行动 有可能会拒绝 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好 好的 谢谢 好